从芬兰来到日本福岛的圣诞老人 走进了当地一处 由于所高中改成的避难所 给居住在这里的小朋友们 送来礼物和祝福 目前有大约30名小朋友 居住在这个避难所 他们全部来自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 仅10公里的小镇 自核危机爆发以来 他们一直没能回家 但当这位今年已有67岁的 芬兰圣诞老人 送来的礼物和祝福后 小朋友们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喜悦的笑容